来看一图简讯 目前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印尼最大贸易伙伴 人民币已经建成为东南亚第三大交易货币 国际金融市场的新格局 国内大银行的示范效应 两国企业经贸活动对人民币交易的旺盛需求 正促使印尼银行业全面开展人民币交易服务 印尼部分商业银行认为 使用人民币作为支付工具 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外汇风险 减少套期保值的需要 节省成本 印尼亚洲中央银行则在2008年 率先推出了人民币汇款服务 2009年推出了人民币贸易 2011年推出了人民币转账服务 及人民币存款服务